嚣张宝马女司机围停还骂人 态度极其嚣张 不料惹怒硬茶子狠人 结局真是大快人心 近日浙江绍兴的这名宝马女司机可算是火了 以为开辆豪车就能为所欲为 直接将车停在右转车道上 堵住了后方车辆通行 后方车女司机在等待了很久之后 开始按喇叭提醒她挪车 谁知宝马女司机张口就骂人 骂得非常难听 其他车主实在看不下去了 就上前跟她讲道理 结果被宝马女司机给动手打了 还叫嚣我就打你走了 态度十分嚣张 视频画面显示 宝马女司机情绪十分激动 不停指责辱骂后方司机 大致一直是对方先骂的人 她才还口的 对于这种说法 后方车主却很委屈 她说自己从头到尾都没说过一句脏话 反倒是宝马女司机一直在疯狂调戏 你在这儿只半天了 我一句话没说你 一句话没骂你 你上来就先骂我 宝马女司机的行为引发重力 全体车主都围了上来 对她进行指责 但该女子却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她说当时孩子下车去买灯考长 她为了省事就暂时把车停在了车道上 前后也就几分钟的时候 后边车主怎么就不能忍一礼 话里话外都在怪其他人是多 真不明白她当初是怎么考的驾照 机动车道上不能停车不知道吗 别人好心提醒她 她还要打人 真是无法无天了 眼看跟她说不通 车主只好报了警 民警将双方带去警察局 本以为宝马女司机这回总该消停了吧 没想到女司机气性还挺大 拍着桌子骂人 看看这张牙舞爪的模样 简直能把人给吃了 你以为你在什么东西啊 你这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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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车主本来并不想把事情闹大 奈何对方太张狂 必须得给她一个教训 随后便将是频发到了网上 瞬间引发全网热议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 宝马女司机的老公不堪压力 主动进行盗窃 双方选择和解 虽然事件告一段落 但该事件带来的影响却很大 首先违章停车已经有错载先 正常人在被提醒后都会先挪车 然后再打个抱歉的手势 但视频中的证明女司机 却因为对方说她没速决就当场撒破 还要动手打人 真不知道哪来的离气 这下好了 全网都认识你了 还有可能会影响到工作 不知道宝马女司机有没有后悔呢 那么大家觉得女司机被网络到底冤不冤 评论区畅所欲言 我们下期再见